大家好 我以小林点赞订阅小林财经 每天给大家带来最新鲜火爆好玩的中国经济的坏消息 今天的中国经济的这个病态很扭曲 已经不能用国进民退来形容了 我今天灵机一动给他想了一个词语 叫做什么呢习近民退 就是习近平的这种个人的狂想和这种欲望 是不断扩大不断扩大 百分之七十八十九十百分之九十九 不断扩张 占这个国家的愤恶 现在就听他的 民间的这种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这种需求 民生医疗就业这一块 不断的衰减 不断的衰减 德国家就完全不管了 基本上不管了 所以叫做习近民退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最新的消息 这个数字人民币又来了 这不就是习近吗 因为这个东西不是国 它跟国家利益现在都没有太大关系了 就是纯粹就是习近平个人的想法 那我们来看看最新消息3月6号 中国银行保险报 这听上去像应该是个官媒 记者注意到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再度扩容 数字人民币APP四年版钱包快付管理 中新增了微信支付 继支付宝之后 与数字人民币APP 又与另外一个平台实现的打通 为什么是先是支付宝 后是微信 我估计纯粹是技术问题 就是技术上没做好 现在都做好了 你看又往前一步了 慢慢慢慢就渗透完 因为数字人民币这个东西 为什么它搞一点 我琢磨是这样 大家可以有其他干法 反正在留言区留言 因为数字人民币它要不就是零 要不就是一 就是它一推 它作为一个货币 它一推就见真章了 一推那就露线了 所以要不就不推 要一推就推完 所以就一直在酝酿 但是一般老百姓感觉它不存在 因为它一直打磨 磨就像货币一样的 货币它是设计到到印刷出来 一用它就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要不你就见不到它 你一见到它 它已经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 这就是货币的特征 所以它一直在酝酿 离它正式推出 它一出来 那就是关门 那就是关门 这个东西就是货币印刷好了 这个就出来了 这个记者时钞之后发现 用户可以先点击这个数字人民币APP钱包 就确认开通 开通之后 系统就设置一定的支付限额 所以以后钱都不是自己的 都有限额 很奇怪 记者的APP显示单笔的支付限额是2000块 日累计支付限额5000块 我觉得这个有点低 现在吃一顿饭吃好一点 开一瓶红酒 那都不止2000呢 所以你说这是怎么拍脑袋 拍出来2000单笔 是不是我出去 今天10个人吃一顿饭 一桌饭 对不对 人均300很正常 现在吃豪华一点 吃个蟹 这个阳城湖大闸蟹所谓的 这是阳城湖大闸蟹号称中国的一个谜 你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全中国人敞开了事 那玩意儿为什么吃来吃去吃不完 就有意思了 是吧 这个数字人民币就限额 反正限额 然后可以调整 号称是可以调整 但是我看他截图 截图就是最大了 也不知道怎么申请 所以我就给女朋友 不是女朋友 买戒指买个首饰吧 女朋友就买首饰 如果老婆就买戒指 买个首饰都不止5000 一天累计支付5000 看来以后结婚买戒指都要打报告 早请示晚会报我去 这个使用场景上 数字人民币目前已经支持在这个小程序上 小程序了 然后体验了京东 麦当劳 物美 海底捞等微信小程序 均可选择数字人民币支付 截至发稿前 原来数字人民币钱包快付管理中 可开通的商户平台已经达到98家 包括美团 包括爱奇艺 包括网上国网 这是什么玩意儿 第一次听说 滴滴出行 北京易卡通等 掀盖衣食住行多个生活场景 可开通支付平台 目前为支付宝微信两家 而这个易关分析金融行业高级咨询顾问 向中国银行保险报记者分析指出 目前数字人民币覆盖的场景内心已经十分丰富了 离退出就不远了 但是支付平台中能够接入数字人民币的商户比例还是比较有限 多为平台自营商户或者规模较大的连锁商户 如何进一步拓展小微商户使得数字人民币触达更多小微场景 还需要尝试 这个也不知道说什么 反正就照念 这个数字人民币离退出又又近了 这个可以这么理解 另外一个方面呢 也是这个习近平这两天在开两会嘛 看他说又又喷了什么 习近平给中国指引了两个方向 一个出来一说这个我感觉民营企业就基本就完蛋了 民营企业这个习近平基本上已经放弃了 你看他是怎么表述的 习近平在参加民建工商联委员是强调 就管这个叫做民营企业民建 要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发展 高质量发展 什么意思 就民营经济要引导 我引导你健康发展 我不引导你就不健康了 明白 要引导民营经济要健康要高质量 我不引导你们都不高质量 明白 所以这个习包子的意思就民营经济就是个垃圾 在习包子的脑袋里面民营经济就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放开让你炒个面 炒个菜 让你还要感恩 因为你是个特别 在习近平眼中民营经济 你们就是个特别low的东西 都是个孰不可赖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现在有点明白 当时马化腾 他说什么芯片才高端 其他都孰不可赖 我感觉马化腾可能在说习近平 因为习近平脑袋就这样 他觉得民营经济孰不可赖 他喜欢什么 你看央企 央企企估值水平要合理回归 这个是他底下马仔说的了 推动央企上市公司质量提升 然后他又提到制造业 两会他又提到任何时候 中国不能缺少制造业 制造业他特指的是什么呢 国之重器破局卡脖子难题 他跟谁说的呢 徐宫集团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叫做江苏 江苏代表团开会的时候 徐宫集团 徐宫集团他说怎么来的 始于八路军鲁兰第八兵工厂的重点企业 所以习宝纸他脑袋里面 他装的就是这么个东西 他脑袋里面装的就是 他那个红色江山 你看他 他特别提到一个制造业的典范 他还要拉上八路军 所以习宝纸是个特别重视血统和出生 他在重视的就是他共产党内部的血缘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习近 所以我们越来越了解习近平这个人 习近平对于出生 还有他所这种正统性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 中国经济可以不搞 这个思路 所以他为什么说习近平跟普京是好哥们 因为你看这个普京也是这样 普京当时不是也是表态吗 他就说如果没有这个俄罗斯 这个世界没有意义 所以他他为什么习近平跟普京心心相细 他们两个人真的是这种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思想是相当强烈 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如果碰在一起 那俄罗斯大一点 还是你们中国共产党大一点 他们两个打架不知道打成怎么样 哪天如果两个闹矛盾了 没有了俄罗斯世界没有意义 中国这边这个习包子说没有中国共产党 那么世界没有意义 我要抱抱着两个都是这么抱着抱着一千枚核弹 都是这么这么个疯子 所以世界闹在这群人手上也是罪了 是吧 所以这个是习近 习近我们说说民退 实质上那个习包子说 他是一种狂想 跟这个普京乌克兰战争是一样的 你看这乌克兰战争最后他不就全输了吗 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空想 那我们来看你比如这个中国稀土 最新消息中国稀土 预计2022年度转营为亏 亏损超过三亿港元 这个特斯拉刚出手 亿出手 这个中国稀土马上亏损 马上歇菜 马上就迫不及待就告诉大家了 我这里要亏损 所以这个先拉开架势 这个我要亏钱了 告诉党中央 这个我这里不行了 赶紧布贴 所以这一群实际上 这一群国企洋企业 都不是个东西 全部是亏钱 这些细胞子 这个这个人呢 但他无所谓啊 他的意思就是反正自己人就自己人 亏钱也自己人 对吧 你民营企业赚多少钱 那我不care 所以细胞子疯了 是吧 这个中国稀土 你看这个继续亏钱 亏钱 然后民间 你看经济越来越差 今年经济目标5% 那简直是最难得吐槽 越来越低 这个细胞子上台以来 这经济目标就是一点比一点低 你说这有意思吗 这国家搞成这样没意思了 干脆就不要搞目标了 再到记者也是分析 这个 问这个什么 问那个发改委 还是什么什么部门 他主任说 哎呀 今年啊 中国这个体量增长 没有美国高啊 这个美国今年增量比中国增的大 中美之间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我这怎么办呢 哎 你看这发改委就说了 哎 美国啊 啊 是因为他通胀了 所以他他就他就增加了 实质上没有我们信服啊 我们获得感特别强 哎呀 这都开始自娱自乐了啊 所以说中国共产党 我就在我都看了 我一万头羊头奔腾 是美国在通胀里压少通胀嘛 就是中国那些泡沫里 你那个房地产泡沫里算一下啊 你你那些 那些什么三年七年 你那些核酸检测 你把它检除一下 这个人民群众有什么获得感啊 现在中国老百姓有什么获得感啊 我去是吧 啊 所以这这真匪夷所赐啊 匪夷所赐 你看现在中国这套班子里 感觉不到一点希望 他妈哪里有的搞啊 这个是国家被这群人这样搞啊 因为中国也是人民币虚高 人民币一旦回到正常水平 中国就不是第二大强国了 什么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早不是了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建立在人民币虚高的基础上 人民币一旦自由兑换 他就不是这个 他就不是这个位置了 马上什么钱死都没没的影 我告诉你 人民币比较合理多少 一比三十 你想掉到一比三十 人民币 中国经济里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他还剩下多少 中国的GDP还对吧 在你往美元上面排 你看还剩下多少 那没没理中国什么事啊 所以一一旦啊 这人民 所以如果这样子搞我 我你比如日本 我日本这个搞货币管制啊 日本把把日元调调成跟跟美国一一比十 现在一比一百多嘛 是吧 一比一比十啊 是提升他十倍 像中国人民币这样 日本GDP马上就超过美国了 就这么晚 中国的GDP怎么吹出来 货币管制出来 所以就是中国货币管制 是中国共产党的命根 就这样 然后今天还有个刷屏的啊 所以继续说民退啊 近日这个荷兰郑州一则招聘会啊 引起网友的关注 招聘会上面啊 这个荷兰财经政法大学哦 正额巴金呢 很好的大学哦 在这个招聘会上有不少餐饮企业 酒店在招聘服务员梁菜师傅 行李员就洗碗工等 比如服务员薪资待遇三千块左右啊 收银员待遇两千块左右啊 薪资最低仅两千块啊 所以就引起了网民的热议啊 甚至还有会计兼出纳这种荒唐 荒唐的岗位啊 明显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规定 据悉举办该招聘会的是 荷兰财经政法大学 是本科第一批录取院校啊 网友称之为荷兰最好的财经政法大学 哦 这这么牛逼 哦 2022年7月份啊 荷兰财经政法大学是一本啊 是一本啊 第一批本科啊 是明列前茅啊 仅次于郑州大学和荷兰大学之后啊 因为荷兰的竞争确实是特别激烈的 在这个高考里面呃呃呃呃呃在里面啊考筛选出来确实非常内卷啊 荷兰本身是很内卷的一个地方啊 啊 就这么个一本一本里面搞一个招聘会 服务员 企业也敢去招 所以这服不服 现在真的是找工作很难 现在不是一般来很难啊 招聘30名教室啊 还有还有个地方 应聘来的七八千 30名教室 不知道是哪个市啊 估计是教育局统一招 啊 就是做做这个事业编啊 这个今年的今年额度的事业编啊 应聘来的七八千 最近几年 美联所谓号称创造一千多万就业 这个都是假的 这个一千多万就业怎么来 美联财员来的 美联财员一千多万 然后再招一千多万 他说美联我们创造一千多万就业 明白了吧 美联都号称创造一千多万就业 对吧 怎么那么多人失业呢 因为每年都裁员嘛 裁员一千五百万啊 然后我们创造了一千两百万个岗位 还有三百万 就这么简单啊 你这个老百姓你信了共产党的邪的就完蛋了 他好 当他号称创造了一千两百万就业的时候 他没告诉你 他裁员了一千五百万 还看到啊 还有一个字就业相关的 我们把它说完 南京某高校招聘两个图书管理员 两千二百八十块钱一个月 到手扣完社保一千八 目前报名一百多个人 内部报名都是都没有公开招 一百多个人征 图书管理员两千块 到手一千八租房都不够 为什么 那好歹 是个安稳的工作 而且比较清闲啊 这个这个是个工资少一点啊 然后可以做做副业啊 操操股票啊 然后不用不用九九六 你别看这两千块 很多人去做 图书管理员比刚刚那个什么服务员高高 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真的在中国大陆两千多块的话 争破头 我告诉你 这两千多块 这南京大学的图书管理员争破头 说真的大把人去做 两千多块钱大把人去做 大把大把 网友们 如果是中国大陆的网友们 你自己自己问一下心里面 你说两千多块大学的图书管理员 是不是个好工作 你自己问一下自己心里面怎么想的 你也知道 真是个好活啊 这种活 争破头就要去做 所以就是这样啊 以前我大学的时候 我也很羡慕这种工作 哎呀 不催了啊 先说到这里 觉得有点意思 点到那边分享 拜拜